好凶的男人低眸看他,先从我身上下去。 梦听张红了脸,你自己抱的,又不是我。 他忍不住笑,嗯,是我。 梦听赶紧下去,他脸颊发烫,不敢往他身上看。 他有些懊恼,还好这个教室没有上晚课的。 将人好半天懒洋洋站起来,我先走了。 去哪里? 找你们老师谈谈啊,学生在学校有事,老师不都找家长。 梦听怀疑自己听错了,家长。 他是他奶门子家长。 梦听皱眉,他小步跟着,将忍回头,你跟着我做什么? 舍不得我。 他说,你不让我跟,是不是心虚? 你要去做什么坏事吗? 将忍笑出声,我心虚过。 他拉住他一百步放,大眼睛忐忑,可是以前我听说,你才去理财就打了你们班班主任。 将忍沉默片刻,倒也温柔解释给他听,那个老师人品不好,被我看到了。 说起曾经的传言,将忍问他,还听过我什么传言? 花心,早恋,不尊重师长,暴力狂,脾气差,多得数不过来。 将忍看着他眼睛,那些大半都是假的,只有一个传言最震。 他眨眨眼,脸颊粉嘟嘟的。 梦听知道那是什么传言,他参加舞蹈比赛,前去给将忍补课那个黄昏。 他们理财有个男生要和他说话,后来将忍凶巴巴把人赶走了。 后来,理财就有个传言,将忍喜欢梦听,以至于高三一年,没有一个直高的男孩子敢和他说话。 他笑笑,只有他是真的。 将忍指尖轻轻触及他微红的眼尾,成了,别跟着我,有人跟我去,你先回寝室等我,一会儿就回来。 他走出去,楼下有个穿着一身名牌的秦阳,再走来走去。 江忍下楼,秦阳。 秦阳转头看着神色淡淡的江忍吓了一跳,卧槽尼玛。 真是江忍,他没做梦,他刚在这里犹豫半天,还怀疑自己眼睛出了毛病。 可是现在看着比自己高半个头的江忍,他快吓哭了。 妈的好刺,鸡。 忍哥,不是,你听我解释。 不是,我没有。 江忍冷笑了声,看你这样子,还记得我? 秦阳戚戚戚爱爱,哪能不记得你呀? 把他门牙都打掉一颗的疯子,他想想都牙疼。 秦阳也惊,见江忍似乎没有打算在这个大学打他一顿, 连忙从兜里摸了根烟,忍哥,来一根。 江忍低谋,没有拒绝。 他把那根烟加指尖,秦阳要给他点火的时候,他淡淡倒。 戒了,别忙活了。 戒了好,戒了好,抽烟伤身。 秦阳连忙把自己手里的烟也灭了。 他其实很多话想问,可是却不敢开口。 比如,江忍这一身普普通通,全身上下加起来也没有两百块钱。 江忍家可比他家还有钱,虽然江忍爸貌似对文睿很好,可是也挺疼儿子。 忍哥怎么混成这样? 在想今天看到的照片,那活脱脱就是个工地工人,还像是辍学打工那种,也难怪他之前没有认出来。 而且,江忍的腿。 秦阳目光半点也不敢往下看,江忍倒是不介意,边走边到,把那女的手机给我弄过来。 秦阳说,不是,好端端的,人家也不会给我手机呀。 江忍说,我在法学系办公室外面等你。 你不去,那就我去。 秦阳笑得很难看,别呀忍哥,你等等啊,很快好。 没让他把人弄过来,也不算很过分了。 江忍去法学系办公室的时候,梦听的辅导员吴老师在招待孙毅教授。 孙毅德高望重,也是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,职位只比校长低一点。 而且,孙毅属于红色世家,组上出过立大宫的军官,现在军队里也有人,吴老师给他倒了水,热情地和他聊了会儿天。 孙书记今天四十来岁,见谁都笑呵呵的,非常和气。 江忍插手走进来的时候,吴老师皱了皱眉,你是哪个班的学生,没看见老师没有事吗? 江忍面无表情,看了眼孙毅。 孙书记说,江忍,过来坐。他给江忍挪了下座位,江忍也不客气,在他软皮沙发上坐下。 吴老师,给你介绍下,这是江忍,江元帅后人。 他这样一介绍,吴老师愣了愣。 孙书记的父亲年轻时候跟着元帅做过副将,那元帅如果是江忍去世的爷爷。 那这少年家事就相当显赫了。 他看上去二十岁左右,却和孙书记是平辈。 吴老师心中一灵,笑着要和江忍握手。 江忍抬了抬眼睛,伸手和吴老师握了握。 孙毅看得感慨,长大了就是不一样,小时候讨厌谁就要弄死谁的狼崽子,长大后竟然也能屈能伸了。 吴老师温和道,不知道怎么称呼您,老师叫我江忍就行。 吴老师看向孙义,孙主任哈哈笑道,没事,他辈份高年龄小,按铃也是读书的年龄,吴老师叫名字就可以了。 吴老师,今天主要是和你谈一谈我家学生的事。 吴老师困惑不已,江忍家的,他们年纪他记得有几个姓江的,和江忍一样大的男生,不会是他们家亲戚吧,堂兄堂弟之类的。 哦,可以的,请问是谁呢?江忍抬眼,梦听,孙毅觉得有些不忍直视,倾咳了两声。 吴老师想起,他们年纪那个最漂亮水灵的女孩子,也懂了些什么。 没再追问,江忍说,麻烦老师等一下了,没事没事,学生的事,应该的。 孙毅看得好笑,混小子这下倒是对老师客气又礼貌。 秦阳气喘吁吁跑进来的时候,他扶着膝盖,哎呦我擦,累死了,忍哥,给。 他从兜里摸出手机,编道,这个叫什么蒋龙的,简直是有病啊,他手机有好多别人的隐私照。 他秦阳虽然拽,也仗着自己富二代玩得很high,可是偷窥别人隐私的事,他坚决不会干。 江忍过手也没看,直接把手机给了吴老师,吴老师你是班主任,你按照程序处理就行。 他笑容漫不经心的,我相信老师绝对公平。 吴老师连忙道,那当然。孙毅,走吧。 他带着人走了几步回头,吴老师,我家学生不用写检讨了吧。 不用,既然有证据了,那他也是维护正当权利。 老师真名是礼。 他不嫌不但夸了声。 吴老师等他们走了,才把手机里的照片看出来看。 一看心惊肉跳,除了梦听军训时候的照片,竟然还有宋欢欢穿着睡衣的照片,更甚者他新寝室的同学,比较漏的照片也有。 这些东西可能是他私人癖好,也有可能是收集起来威胁同学,但不管是哪一种,都称得上是心理变态了。 从法律角度来说,还是侵犯隐私权。 孙主任既然都知道这件事,肯定得上报学校。 处分少不了的,他做的事情,说不定已经对别人造成了伤害。 江忍走出了小路,对孙毅和秦阳说,谢了,改天请你们吃饭。 孙主任说,小事,我还有事,先去忙了。 你有空回军大院看看,这边有什么情况,我给你电话。 江忍嗡了声,秦阳两眼发光,以前江忍和贺俊明他们那群人不带他玩, 现在他也算帮了江忍忙了吧。 忍哥,我好不容易才拿到那手机的。 江忍懒懒道,要我重谢你吗? 不,不用。 他读懂了江忍的眼神,江忍没打他,已经算看在熟人的面子上了。 秦阳飞快溜了。 江忍在回去的时候,孟廷已经回了寝室了。 他打电话给他,少女眼睛亮亮地跑下来。 江忍,你去说什么了? 他弯纯,告诉你们老师,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是我这个家长教得不好。 孟廷休脑道,你说你是我家长。 他要脸吗?疯了吗? 吴老师怎么想? 这么小的家长。 他忍住笑,只见触上他胀红的脸颊。 对,我说我是你哥哥。 你们老师信了。 他没有他这种谎话连篇的哥哥。 他茶色的眼睛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,几乎控制不住去猜想江忍和他老师说什么了。 江忍没忍住笑了,叫声哥哥来听。 你要脸吗,江忍? 他问,要不然我说我是你什么? 男朋友三个字憋在嗓子眼里,他闷闷地,不知道自己生平第一回。 因为打架,是哥哥来的学校更丢人,还是男朋友和老师交谈更羞耻。 他终于明白打一次架后续很麻烦了。 他以前就看过别人打架,请家长写检讨什么的,身为局内人才知道多尴尬。 梦廷低头,小声道,还是哥哥吧。 我,日,怎么有人这么乖啊? 他别过头,不让他看见自己在笑。 嗯,有哥哥在。 梦廷懊恼抬头看他,你有完没完啊,江忍,别提打架这件事了。 要是叔爸爸知道,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和爸爸解释。 也不知道医学院那边传开没有,书羊不会也知道了吧。 江忍说,饿不饿,带你去吃饭。 他犹豫地看着他。 他有钱吗? 之前他急匆匆赶过来,12块钱都是游戏机里赚的。 他倒是可以请他吃饭,可是江忍的性格就不会同意。 梦廷知道,他好像在搞房地产,可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他也不清楚。 江忍气笑了,没你想得那么穷。 毕竟在碧市长大,他在军大院附近有自己的公寓,公寓里还有个千把块钱。 虽然不多,可是不至于让他吃馄饨了。 江忍笑着说,带你去约会。 他们在一起,从来没有约过会。 江忍牵着他走出去,天色渐晚,碧市看不见星星,大学上面的天空墨蓝色。 江忍也不知道该怎么约会,大抵就是带女孩子看电影。 大学外面就有电影城,但他想带她走远一点。 让她的纯洁无瑕,也沾一沾她曾经的气息。 他带她去了昔日老军大院外面那条街, 街道有些古旧的气息,然而意外的繁华。 我初中好几年,都是在这里过的。 初中? 他想起自己的初中, 那时候,他常常参加舞蹈比赛获奖。 但是曾欲杰在,他的青春很快乐。 江忍没有多解释, 但他清楚自己是怎么来到军大院的。 文瑞故意激怒他。 还是个少年的他,第一次把文瑞给打了。 文瑞在医院躺了半个月。 江忍被罚去军大院修身养性。 后来江董心疼,想接江忍回去。 江忍像头小野狼一样大吼。 让那龟孙跪下给我道歉,我再回去。 江董气得头顶冒言, 你打了人你,还指望别人给你跪下道歉。 不想回家就别回家, 就该让教练磨磨你这臭脾气。 他后来长大了, 才隐约明白文瑞的心思, 文瑞用尽一切办法来激怒他。 在他少年的时候,文瑞毕竟比他大几岁, 已经心智成熟了。 江忍本来就有心理疾病, 他疯子一样打人的传言, 渐渐传了出去。 文瑞希望他彻底变成一个没有理智的疯子。 这样,江家就只有文瑞一个人了, 以江济贤对文蔓的执着, 到真有可能什么都是文瑞的。 江忍高二那年再次发病, 因为文瑞找了个女的上。 床。 在江家江忍床上, 那女的细看和文蔓有点像。 江忍那次气疯了, 文瑞那玩意儿基本废了, 可代价是他离开了避世, 所有人都知道他被江家赶出来了。 偏偏那女的跑了, 他连证据都没法给江济显看。 江忍没在想文瑞的事, 他明白了文瑞的用意后, 总有办法对付这个废人。 江忍没让孟廷感受他的情绪, 他带他去吃海鲜, 以前就很地道的香辣鞋。 他手指修长, 低眸给他包。 男人瞳孔黑漆漆的, 喂到他嘴边。 孟廷咬着筷子, 我自己也可以。 江忍微微抿唇, 孟廷只好红着脸张嘴吃了。 你不吃吗? 你吃完了我再吃。 他喂完了它, 自己草草扒了点饭, 混着汤汁, 他几下吃完, 又带他去逛超市买日用品。 他单手推着购物车, 你挑吧。 他抬眸, 明眸带笑, 买什么? 江忍沉默许久, 黑童回望他, 淡淡道, 身上只有四百块。 他没忍住笑了, 眼里带着水光。 不可自意。 江忍捏住他下巴, 再笑一个试试。 所有试试试。